同学们,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学习能通过血液进行传播的肝炎,乙肝、饼肝和丁肝。 这三种病毒所导致的肝炎,明床表现非常相似,都可以导致皮肤鞏膜的黄染,肝躯的胀痛,夜视等。 因为这些病毒都可以破坏肝细胞,所以患者的转胺酶是升高的。 它们所导致的肝炎都可以转变为慢性肝炎,千言不遇。 传播途径也比较相似,都可以通过血液来进行传播。 从病原体的角度来说,第三种肝炎病毒属于不同的病毒科,形态结构差别很大。 像乙型肝炎病毒,它属于氏肝DNA病毒科的正氏肝DNA病毒属。 它是一个球形的双列DNA病毒,直径大概是42纳米,有双层一壳。 我们看,最里边的是双列DNA以及它的DNA聚合酶,外面包备的是由核心抗原所组成的内壳壳。 而最外面的就是外壹壳,也就是病毒的包膜,由表面抗原所组成。 那我们国家呢,它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高流行区。 而丙型肝炎病毒,HCV,属于黄病毒科的丙型肝炎病毒属。 它的核酸为单正列的RNA,是一种球形的包膜病毒。 那么这个病毒它突出的特点就是核酸容易发生变异,尤其是E1和E2区的这两个区域,非常容易发生变异。 那么这样就导致病毒可以发生免疫逃逸作用。 这也是病型肝炎病毒所导致的疾病容易发生慢性化的原因。 丁型肝炎病毒,HDV的病毒科并未确定,它属于Delta病毒属。 是一种单正列的RNA病毒,也是一个球形的有包膜的病毒。 我们看,它的包膜是由乙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原所组成。 所以它只能在乙型肝炎病毒的包住之下感染机体,单独不能够造成机体的感染。 所以它是一种缺陷病毒。 传播途径,它们都可以通过污染的血液、血制品进行传播。 也包括器官移植、外科手术、牙科手术、血液透析等等。 此外,微小的伤口,例如纹身,也可以传染这类疾病。 另外,它们还可以通过母婴垂直传播,这包括宫内感染、违产期的传播。 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患病的妇女就不能够生育。 如图中所示,通过规范的抗乙肝病毒的干预治疗,乙肝的妈妈也可以产下健康的宝宝。 感染者的经验、阴道蜂蜜物当中也存在着病毒颗粒,所以这些病毒也可以通过性接触来进行传播。 另外,乙肝、饼肝和丁肝的危害之一,就体现在它们可以造成慢性的持续性的肝炎,甚至可以发展成肝硬化。 那么,饼肝呢,更是这样,也就表明,成人感染饼肝病毒以后,大概有40%至60%可能会发展成慢性肝炎。 而感染隐形肝炎病毒以后,变成慢性肝炎的几率大概是5%至10%。 所以,饼肝比乙肝更容易转化为慢性肝炎,继而可能会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。 那么,一旦发展成肝硬化,就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肝细胞的功能的损伤。 每年,大概有1%至7%的饼肝患者会也变成致命的肝癌。 那么,在临床上,怎么能够确定患者存在这些病毒的感染呢? 乙肝,我们可以做一个两对半的检查,来检查相应的抗原或者是抗体。 对于这个,我们有专门的知识点来进行讲述。 而饼肝主要是查它的核酸和抗体。 丁肝可以通过Igm型的抗体检测来进行确定诊断。 那么,如何来预防这三种病毒的感染呢? 一般预防是切断传播途径,比如加强血制品的管理,节省自爱,切勿性滥胶,从而防止性传播。 在孕期要进行规范的检查和治疗。 特性预防。 饼肝现在还没有疫苗来进行预防。 而接种乙肝疫苗,既可以预防乙型肝炎,也可以预防丁型肝炎。 那么,抗病毒治疗方面,抗饼肝的特性药物,如蛋白酶抑制剂、NS5B聚合酶抑制剂等等,作用效果非常的好。 使得饼肝从难治性的疾病,现在变成了一种可治愈的疾病。 乙肝也可以用干扰素以及核肝类的药物,比如拉米肤定来进行治疗,但是难以彻底的清除病毒。 好,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。